Hello,大家好,我是Master Joe,欢迎去收看我们今天的MiniMax场景系列玩具,中文翻译成万能麦斯,今天是第25期,咱们继续介绍一个小场景,中文翻译成机械入侵者,英文的名字的话是Robot Invader,好,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,它是一个机械人的头部啊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黑色的头部,那配合以这种银色的这么一个涂装,表示这个地方的话呢,是这个金属,这个地方的话呢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机械的头部啊,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子脑, 表示它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生物了,它的话其实是一个机械人,好,那么眼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点像这个终结者这个感觉,这个是一个红色的这个机械眼的这个地方,那么鼻子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透气口,那么嘴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,好,然后我们翻过来看,那么在后方的话有这个名文,上面写的是这个1992年Bluebird,那么它是个MiniMax产品,我们来打开看一看,那么每个玩具的话呢,都是一个小的冒险过程,这是一个小城,你们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啊,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卡扣, 那么可以把它这样的打开,好,打开之后的话,我们可以看到,那么里面的话呢,是端坐了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械人啊,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呢,是非常像是这个,这个Ninja Turtle里面的一个Longer,那只不过呢,它并不是一个脑子,它的话呢,是一个完全这么一个机械脑,那么它呢,是一个紫色涂装,那么黄色眼睛,前方的话,这个地方,类似于触手或者是这个嘴巴,那么把它的话呢,是放在边上先, 好,这是我们那个MiniMax带着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小帽,那么进行一个冒险,那么这个地方的话,是一个足部的安插,可以放在这里面进行一个非常稳劳的一个搭载,好,然后前方的话呢,还有这么一个小的机器人,我们来看一下,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精细的小刻画,在它的腰腹部的话,有这么一个可动,那么可以一个坐姿或者是一个站立的姿势,进行一个攻击,手部的话呢,是没有任何的可动性的,我们来看一个,也是比较的具有细节啊, 好,那么这个底盘的话呢,是非常具有机器化的一个底盘,可以看到是有不同的这个纹路啊,或者是这个电路板在这里的,有一个小的一个足迹,可以让MiniMax的话呢,是站在这个地方,好的,那么收大的话呢,也是非常的方便,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车的话呢,是躺坐在这里,然后的话呢,把这个这个大怪物的话呢,是放到这里就可以了,我们可以看到,放到这里,好,那么上方的话呢,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机械的文理细节,我们来看一下, 好了,收大的话非常简单,那么直接把它这样的核上就可以了,那么这个地方的话,从这里透出来是它的这个这个机械脑啊,好,我们这今天测评,那这个玩具的话呢,是这个机械入侵者,英文叫做Robot Invader,那么大家一起来聊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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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聊 聊聊聊聊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